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有些人平常没有机会学习佛教的礼节 但是心里却很希望到佛教的寺院中去 拜拜佛或者是参加一些修行活动 那就因为自己不知道进入寺院 该怎么做才合乎礼节 所以一直迟迟不赶到佛寺去 那么今天在大法谷的节目里 我们就来请教圣言法师 到佛教寺院中应该遵守什么规矩 才不会失礼呢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拘谨 非常害羞 非常没有自主自动的这种习惯 所以样样都怕 样样都怕 没有到过的地方就怕那个地方会吃人 没有到没有去过的地方 恐怕那个地方一碰就会怎么样 就犯了劲犯了忌讳 特别是民间的迷信的人 说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进了庙以后 恐怕就要犯坠落 再次是迷信的关系 而我在西方 我在美国 在欧洲 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一种心里边的一种负担 没有知道的地方 不清楚的地方 真需要去 它里边究竟是什么 究竟他们在做什么 以好奇心也想去 看一看 以希望学习的心 也希望去看一看 不知道是正常吗 还没进去吗 但我们进去以后 都自然会知道的 所以像今天诸位来听大法谷这个寂寞的 诸位现场的菩萨们 也是一样 因为你们第一次来的 你们一定害怕 进去以后会怎么样 会怎么 圣言法师也不会吃人 你进来了以后 自然而然 人家怎么样 你也怎么样了 你进来以后 你自然而然也会了 你不进来 你永远你不会 你站在后边 站在外边 你等我学会了 我再进去 这是一个笑话 就好像是说 你还没有进学校以前 你说我不敢进去 进了学校以后会怎么样啊 我还没有会 我怎么能进学校呢 这不是笑话吗 等你学会了以后再进学校 你永远不进学校了 所以是正因为你不知道 读书是怎么一回事 学校里头会有叫你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进学校 你赶快报名进学校 进了学校以后 顺着次第啊 慢慢慢慢的 一记一记地啊 一天一天的 你就知道了 越来越多了 最后你逼了 你不要想到说 我逼了以后再进学校 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事 但是呢 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呢 还是讲一下 进入寺庙 是不是有规矩 我们呢 对于任何人 到寺院里来 我们没有任何规矩 只要不到寺院里来杀人 只要不到寺院里来偷东西 只要不到寺院里来骂人 只要不到寺院里来啊 乱七八糟 做坏事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人进来 到了寺院里头 会有什么事情礼节呢 这是最普通的礼节 是啊 合掌哦 念一句阿弥陀佛哦 那见到出家人 能够教一身师父哦 或者教一身法师哦 这是最好 最好的 人家看到你会合掌了 会成师父了 那人家还以为 你是一个老佛教徒的 但是你说 我还没有这个修过 我刚刚开始 希望来学一些东西 那在寺院里边的 除家中也好 在家居士也好 都会呀 非常亲戚 很愿意来帮助你 告诉你呀 怎么样子拜佛 怎么样子念佛 怎么样子听经 怎么样子做 怎么样子赞 我们寺院里边呢 就有这一些 寺院寺院的菩萨们呢 来帮帮新来的人的忙 像我们农场室就是这样 我们进去打坐的时候 没有学过打坐 突然间来参加我们的 坐禅会了 禅坐会了 那我们一定呢 先请他们呢 在另外一个房间 给他们的讲解 简单的打坐的方式 或进入残堂的规矩 简单的一讲 就马上可以进残堂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还有第一次到我们农场室 来参加念佛会的 我们也是一样 派人呢 辅导他们 来告诉他们 是怎么样子念佛 怎么样子拜佛 怎么样子啊 跟着一起啊 念 怎么样子 跟着一起啊 拜 这个非常简单啊 所以是呢 不要担心啊 所以因为没有到过寺院 所以不敢进寺院 正式的寺院呢 正统的寺院呢 里边并没有太多的繁文若寂 并没有太多的 所谓规矩 规矩 规矩 没有 这是在外边 你也很有礼貌 你在世间啊 社会上 那各种各样的礼貌啊 比如说 救工啊 颠头啊 这是一般的礼籍 那么打个招呼啊 嘿 这个打个招呼 这是西方人这样子 那么我们庙里边呢 你说我不会啊 我救个工 你刚刚一进来 看你救个工 也表示礼籍啊 你说嘿 这个也是一个礼籍啊 在我们副教徒看来 你不会的 给你一个耳光 你怎么讲嘿呢 这个不会的 没有问题啊 这个西方人到庙里边呢 他就看到我一个老和尚 他在伸手给我握手 我要看情形 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我大概不给他握手 我给他合掌 如果说是 他是一个政府里的官员 或者是国外来的外宾 这是国际礼节 他已经握手伸出来了 那我一定伸手握手 然后呢 我再还他一个礼 给他握手不算 是他的礼 那我的礼呢 我是合掌 先给他 因为他已经伸出手了 你不给他握手 是对他来讲 他受不了 他就得受 好像受轻视了 他这个时候 受回去啊 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还是给他握手 握了手以后呢 我再给他合掌 给他问讯 我这样一来 就把他教会了 他也马上啊 也会合掌 也会问 也会低头问讯 所以是呢 这个对我们寺院里来讲的话 非常有担心 所以是不要担心啊 不要害怕进寺院 不懂规矩进寺院 一进去就懂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